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旁观者 可能朋友很吃惊 对 下面有一段视频 是我跟他的对话的视频 杜斌就在表现出 展示出 作为一个旁观者 作为一个根本在那件事情对他而言 完全不知道的这么一个人 他人性的一面 正常人的尊严的一面 使得他知道要做什么 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与杜斌之间的对话的上半部分 杜斌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石头先生您好 欢迎您能来到我们今日点击特别节目 焦点直击的专栏节目当中 那我知道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您撰写了很多的书题 那这些书对很多朋友而言 是他们能够反洗脑 和知道真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泉 您的很多作品 都是从揭示出事情本来面目的角度写出来的 这是我自己感触蛮深刻的 而到六四到了今天太多的人依然在追问一个问题 六四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天安门广场到底杀人了还是没杀人 那我知道从法广和德国之胜连续两天 前两天都登出了相应的文章 对您最新的作品应该 书名应该是天安门屠杀 这个作品都有报道 从不同的角度 那我也看到了 大概的这篇这本书的介绍 我想说这本书同样像您以往的书一样 是揭示着真相 借助石头这个平台 您能否向所有的朋友介绍一下这本书呢 好的 其实这本书最初 我并没有对六四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也仅仅就是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印象 就是知道北京有学生上街了 具体都干了什么 是不清楚的 因为我在当时在乡镇上 那个消息是非常闭塞的 到了后来 到了北京来以后 偶尔也会有些朋友 会提起一两句 哎呀 说是在北京当时还死了一些人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是不清楚的 等到了大约在2004年 那会儿我就通过一个朋友 找到了五界浏览 这五界浏览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应该是在应该是4.2的那个版本 现在都到了13了 那会儿我是如火之宝 他打开了我的另外的一双眼睛 让我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有了这个翻墙转件以后 就是自由的去浏览一些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也应该是在六四档案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站上看见了 就是在北京的大街上 有人 但是只能说他是一个人 因为你见到的这是一堆肉 就是有肉躺在街上 我看了图说就是被坦克车或装甲车碾碎的人的身体 所以我极度震惊 他这件事情应该比马三家女子老教所的事情还要震惊 因为那是一个人 怎么就像一堆肉一堆肉酱一样 我是非常震惊的 他跟他跟那个牙刷刷音道是一样让我震惊 但是在这个只是让我都觉得不能不能接受 因为这是一个人啊 这不是你的你你从肉铺了买了一堆买了一块猪肉 剁不剁不剁成这样子 那是一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啊 尤其是还看到了那个开花蛋 把人的就我猜测就是那个开花蛋打到头部以后 他直接把脸给掀开了 就是能看见的就是就是头颅头颅那个脸这一块 这一部分就直接就没有了 就只能看到里面的脑僵里面的东西 这也是让我我没有觉得恶心 我只是觉得很震惊 我也想搞清楚1989年的6月3日的夜里 就是从军队开枪的时候起到1989年6月4日 学生被驱逐出天安门广场以后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直这是我的一个 这是我带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所以我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些亲历者或者目击者的这些文字信息以后 我就说真的如获之宝 因为他们写的太感人了 虽然他们都是有的人他们并不是作家 他们的文笔也很至内 但是那种对国家对对国家的关怀 对人的那种爱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尤其是他们亲眼目击到目击到他旁边的一个抗议的人 就死在他的死在他的怀里 或者死在他的面前 或者远远的看见一个人死掉了 他们通过那种那种他们自己的那种文笔 当然不是那种专业作家写的 但是我还是非常感动 我就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我就到底想知道那一页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到了后来 我应该是在写北京的鬼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北京的鬼那里面不能少了六四的人 所以我就在想了 1989年的六四 我没有机会去参加 如果是以目击的方式 我不在 如果是写其他的文字的话 我不敢写 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事件 我不可以轻易的下笔去写 我担心我写不好 会亵渡这些为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 慷慨赴死的人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还有我觉得可能也对不起那些参与这个事件的人 所以我从来都不敢轻易的下手去写 因为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可以轻易碰触的事件 所谓的不能轻易碰触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 比方说你不能带着一种轻松或者玩笑的心情去写 写关于六四的事情 这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 我这只能说一个重大的事件 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语言去解释这个 这不我就在北京的鬼那本书里面写了 关于叫郭盖头的这 就是这应该说是诗吧 有人说是诗 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诗 我这是最初就是 那个坦克车装甲车碾碎人的身体 还有有一个人的头颅被开花弹击中了以后 脸被掀开 脸是不知缺相了 只留下一个空空洞的有点黑的一个头颅 就是只剩下一半的一个头颅 我就通过这个 我就想了我要写的话 我一定要用我的视角就写 也算是我作为中国人的 尽我的一点心意 像死难者致敬 就是想了怎么能用最少的语言 把那种血腥的东西 用不带血腥的字把它写出来 最后我就想到了 用这个死者的那个口吻去写 然后这个内容就后来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写出来了 我还是非常惊讶的 可能也是因为 看的这些信息也很多 感触也很多 所以写了之后我很满意 我觉得至少可以表达我的一种心情 后来IOA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当时就觉得 应该为IOA做点事情 后来就用了大约 接近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写了爱神这本书 其实在这儿我想跟他说一句 就说 我尽了力了 包括 吃奶的力气都使得了 就写成这个样子 天安平这个事情 其实准备的工作做了很久 应该是用了有半年的时间 编辑出来了 我每校对一次 都要用一桶的卫生纸 其实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流泪是不可耻 因为里面的感人的细节特别多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 如果看了这些东西 如果无动于衷的话 那他就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 我从来做 编辑一本书 或者写一本书 我从来没有想编辑 天安平屠杀这本书 那么感动 从来没有 我觉得 那件事情 太重要了 留下这些 留下这些 目击者和见证者 包括目击者的 这些珍贵的文字 把它编辑成一本书 这本书就会脱离我 他现在就已经不属于我的了 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 他自己就是一个生命 他会 他其实已经具备了一种 非同寻常的力量 他自己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只能把杜宾的一部分 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那下半部分将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